他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说真的一个人在寻找未来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应该可以去寻找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对这个的另一位人来讲 这个是错误的事 为什么因为在12个支派里头 11个支派他们可以去选择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可以选择去做木匠 他们可以选择去做渔夫 他们可以选择去做农夫 他们可以选择去做畜牧的 但是唯有另一位人 他们是不可以选择的 因为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服侍上帝 但是在这边 你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另一位人 在这边问他的时候说 你从哪里来 你要往哪里去 这个另一位人 他不是在寻找一个的祭坛 这个另一位人 他在寻找一个的机会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生命里头 你不是在寻找祭坛 你一直在寻找下一个 opportunity 你在寻找下一个的机会是什么 下一次是什么 我可以做的是什么 这个另一位人 他一直在寻找 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找机会是错的 但是这个另一位人 完全忘记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有多少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所以你看保罗他就写给提摩泰 因为他也担心提摩泰会忘记自己的身份 他写了一封信给提摩泰 提摩泰后书 他写给提摩泰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提摩泰一个年轻人 在一个大城市里头 在这个大城市里头 他可能也会迷失了他自己 他可能迷失自己 想要成为网红 他可能迷失了自己 想要成为歌手 他可能迷失了自己 想要成为一个有钱人 但是他忘记他的呼召是什么 因为在这时候保罗就写给他 在提摩泰后书第二章的时候 他就跟着提摩泰说 提摩泰你要记得一样事情 他在提摩泰后书第二章 他写什么呢 他说在这一边 要好向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然后他又写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然后他又说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他在这边提醒的提摩泰什么 他说提摩泰你必须要了解 你的身份是谁 你必须知道你是谁 你要知道你到底被呼召的是做什么 所以他为了要让提摩泰能够了解 他就讲了三个的身份是非常容易能够了解说 这三个的身份讲的是什么 所以他就第一个他就讲到了 他就说你要成为一个军人 你的身份是一个的军人 军人就知道你呼召出来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 军人其实身份非常的简单 两个的身份 第一个的身份就是他需要能够来保护 大家说保护 大声一点保护 在这边要成为一个保护者的时候 这就是军人他第一个的责任 第一个的责任就是保护他们的家 第一个责任就是保护那个的领土 第一个的责任就是确定敌人不能够打过来 敌人打过来的时候要保护下来 弟兄姐妹在这一边保罗就提醒提摩泰 今天也在提醒着我们 我们有个很重要的责任 身为耶稣基督的精兵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有一个保护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 过去的感觉太晚了 我们再一次 我们再一次一次可以吗 所以身为耶稣基督的精兵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的责任要能够来保护 假如说你不好我们就会一直倒带 你懂吗 要保护什么 你看见到现在在社会当中 受到影响最大的一个就叫做家庭 现在我知道很多的年轻人在这边 你们想到家庭离你们非常的遥远 但是我不需要你举手 我就已经可以知道 在这边很多的人你们也是从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头出来的 很多的你是从一个隔代教养的家庭里头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魔鬼他非常的聪明 他现在第一个要毁灭掉的 不是毁掉个人 但是把家庭毁掉就行了 只要毁掉家庭 只要离婚率越来越高 只要在婚姻不美满的时候 孩子不美满 你就发现到在每一个坐监牢的 你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会去坐牢 就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一个破碎家庭头出来的 大部分的家庭是一个没有父亲的 在美国他们做过一个统计 75%的黑人家庭是无父亲的 这个没有父亲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父亲打仗死掉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负责任 没有负责任的一个的家庭 没有负责任的一个的社会 没有负责任的所有一切 但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经兵 我们要知道一样事情 我们有一个责任需要保护住家庭的领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